如果你是韓市長 你會怎麼回答 現在麥克風幾十支 我覺得我們為了展現 節目的公正客觀 我們不要都從負面的角度 去衡量韓市長 我會用正向的角度 我喜歡陽光 陽光裡面 搞幾黑 這個不是 馬上把你這套比下去 韓市長就是 韓市長就是要製造 一個懸疑劇 這叫飢餓行銷 大家都很希望什麼時候請假 每天都有他的經驗 對 讓我們節目有討論的議題 不然我們也乏散可乘 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增加收視率 讓民眾也能夠了解 全台灣沒有一個人 這麼在乎一個市長的請假 他達到了 轉移大家的焦點 所有的版面都我的 對 然後今天晚上 忽然開直播 哈囉 我請假囉 然後旁邊兩個煙火 砰 上去 全民歡呼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行銷模式嗎 對不對 沒有人選總統可以不請假的 你是怎樣 是一隻手要讓蔡英文 不可能 一定要請 只是說你用什麼態度請 跟什麼時間點請的問題 對不對 我就先講態度 我覺得既然這個狀況 韓國瑜犯了跟 今年年初要選總統的狀況一樣 就是全天下都知道 你要選總統了 可是你一直說 我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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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被動選 我要被動選 可是問題是這件事 造成直接結果就是 你一直在失血 然後大家一直猜 然後最後打開了 你還是得選 你最後還是再大失血一次 請假也是一樣 地方行程早就排出來了 難怪你請假 我明天請假 我後天的 我肯定的行程 就排得出來嗎 場地要不要先借 要 人要不要先動員 對 要 遊覽車要不要先租 要 主持人要不要先處理 舞台要不要先搭 要 都要 其實坦白說 地方早就知道 韓國瑜要請假了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 一定至少要很多 不管行程跟那個 至少一個禮拜前 不管行程跟這個 是不是一模一樣 可是既定已經 確定已經排出來 因為我跟你講 有些人 我們常聽到一句話說 從哪裡跌倒 要從哪裡站起來 可是有的人 會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 你如果再一次去PK黃捷 PK高敏林 PK陳志忠 又再一次被KO 你總統還要選嗎 我覺得這是韓國瑜 他心裡恐怕最深的恐懼 但是他不能講出來 所以他一直在散 一方面又要裝作說 我以高雄為重 高雄才是我的第一要務 可是事實上 他是一天到晚 想著去選總統 所以他變成說 我們台灣會說這個 他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就是父子騎驢 請假也不是 不請假也不是 然後就搞到兩面不是人 然後一直在閃躲 我覺得這個態度 其實你看在很多 因為現在韓國瑜最需要的 不是韓粉 你需要的是中間選民 可是看到很多中間選民 原理會覺得說 你怎麼做事情 這麼扭扭捏捏 那將來國家大政 很多是要當機立斷的 你這樣子扭扭捏捏 我們怎麼放心 把國家交給你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政治到了